这个玉兰花家族过去就时常带着小孩在五国家流到附近卖花 不过因为太常受到警察还有社会局的关切 后来转往新庄和三重地区贩售 多年前同个路口也曾有民众募集 一名爸爸背着小女婴穿梭车阵卖玉兰花 这里车流量多大人卖花把小孩置身危险当中 如今类似场景再度上演 你要是早上有时候就在客家那个地方 在警察站的地方有没有 这边的那个洞里面有常常会有 好像有个小孩或长辈 然后小儿子卖玉兰花有啊 社会局表示这家人是家族三代 阿嬷从年轻时就开始卖花 要求儿女子孙也要一起卖 目前整个家族大约还有五人在卖花 民众路过看到小朋友都很同情 社会局每年会接到三次以上的通报 以他们经营玉兰花生意十年来看 至少被通报三十次 他就是被一个小孩子啊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 他这样好买 人家可怜他 一百块有时不拿 他就给他一百块 不少人看到小孩子在街头卖花 爱心喷发会多买一点 但社会局了解这家人不是没钱 而是认为卖玉兰花比较好赚 教养孩子的方式不适当 社会局已经多次劝导 一串月兰花成本大约五块钱 售价从二十到五十元都有 虽然单价不高 但利润四倍起跳 民众爱心希望能帮助到人 但也不乐见用小孩当作博取同情的工具 TVBS讯用无权捷律习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